大家好,我是凱俊 歡迎收看特戰矯正版 今天這集是第四集中 來賓一樣是JM 排位是白金 這集將會結束在第四集上之後 所以還沒有看過的觀眾朋友 歡迎點擊資訊卡先去看看喔 一樣宣傳一下我的新系列 特務放大禁 And 下一小教室 多歡迎各位去幫我多多分享 多多觀看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集是第四集 PookaNATS JEDO是在逃動 EENEMY SPOTSED BEAT HOWA LET GO Yikes,我用了 WATCHTHIS Cover going out Light flattened EENEMYS THERE There TIA 為什麼你會想要去看那個飛德?你有聽到他的腳步聲嗎? 你還記得嗎?也有點久了 前面就是平常會看一下,安心的就會走 那你正常都只會下一顆煙嗎?打B點的話 對 都只會下一邊喔? 就看隊友會想打左邊還是右邊邊 如果他比較想打左邊的話,先下右邊 讓他去追上對戰,就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對那邊,我把握到他後面就沒事 然後另外一刻他打完了,我就幫他補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是歐盟,我們沒辦法同時下兩個人 然後我一定要撐住,要看他們去走那裡 然後你去剛才一開始那裡 你會看到他們是有想打Garage 所以我就會撐住 他確定完了,我才會放一個 然後再跟我說的,剩下一個 然後你要再下另外一個 如果我是Breamstorm的話,我應該會兩顆直接撐住 然後準備要打的時候再放 我撐到這裡其實已經快要不行了 雖然之前錄影的時候就知道 JM的觀念不好 而且一直覺得自己的觀念是對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一直重複聽他這些奇怪觀念 我也不太希望放這些對話進影片 怕讓一些想學的觀眾 不小心記錯,我把他的話記起來了 所以我將會大量減少我跟他的對談 盡量只見我的講解部分 請各位見諒啦,ありがとう 在這個時候,這隻狗準備要跑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淹了 然後你就會有時間淹另外一邊 我還是建議讓隊友可以安全的清整個點後清完 就不需要路過的時候 假設你淹了 假設你今天淹了這裡 然後你隊友解體這樣進來了 他的路線可能是到這裡 然後他還要先看一下這裡 然後看完了才可以再轉回來查點後 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把兩邊都淹起來了 那你們的Jet 就是你的隊友可能就可以一個走這邊 一個清這邊 把這個點後 這個點後這裡都清完了 這邊搶下來了 一個隊友已經埋進去了 那我覺得啦 你們這樣子就可以比較好守住這個點 因為對面是大槍,你們是小槍 你們應該是要把握住點內 所以你們應該是要把點內先搶好 而且加上這個位置其實我覺得不算很近 就是這裡到這裡 我覺得你要讓隊友用短槍 用可能鬥牛犬 用什麼 惡靈 去跟他們的暴徒對槍 不管是這裡還是這裡好了 我覺得都沒有那麼優啦 還是建議兩邊都淹 在這條狗 以後就是煙常規點 他們這樣看起來就是要打B了嘛 原本是要煙車庫 我有看到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要打了 那你就是趕快 這邊其實要早一點煙 不是等人家進去才煙 這個煙就是你 假設你早一點丟出去 你絕對有時間可以再下另外一顆 就你有做到守住 就是他們繞備的 可是你一個煙角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你的煙還沒有下完 就是因為進點他們是兩個口 你如果都煙起來 對面如果真的要混煙出煙進來打 打點內 那你們隊友是短槍 打人家那個暴徒也是比較有優勢的 他們混進來點內打的話 你應該是要先幫助隊友清完整個點後 你那個煙就是給的 你就變得讓他們還需要再瞄一下這裡 就是讓他們速度被拉掉一點 當然這個都一點點沒有差啦 就是我還是 我自己是比較建議 你看這邊這個Jet 他在 他在清點後的速度就整個很慢 因為他也會顧慮A-Link有沒有人 他不敢往羅後去吃 他不敢往整個板後去吃 因為他怕A-Link有的 所以他 而且他要對掉點內等 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很安心的 完全不管右邊 第四局你這個煙 這顆是什麼 這一顆就散散煙 可是他沒有上去 對 下歪了 你這個是有練過的嗎 是滑了YoutubeShot看到的 他就是說像這個煙 今天就算你下上去 我也覺得沒有很必要 你知道這個 這邊要蓋煙的用意是做什麼嗎 比較正確的講法是防狙 狙擊 因為其實正常來說 要擋住這個 龍的槍線 就是你們要 進這個A廳 要擋住這一塊的槍線 不是你的責任 應該是你們的Jet要丟一個這個 你們Jet要丟一個這個過點煙 這個叫過點煙 就是要 如果你們真的怕被這邊的人打側腦 你們要先放人進去A小 就有的時候 有人打法是會喜歡先放一些人進去A小 A龍再慢推 然後兩邊再加擊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Jet的那個過點煙 你今天煙應該一樣 就是你以後盡量玩煙角都是下一些常規的煙 就是可能這樣擋著 打B點就是這樣子擋著 因為你看你這樣Sky進了 那今天就算你丟羅好了 你羅 羅完人家還是可以出來補槍 就怎麼講 你的羅沒有辦法擋住對面 你的黑也沒有辦法擋住對面 你今天 你看你今天畫面就很亂 這邊CT的人也衝出來 然後 然後 欸小還有一個人 整個對面的人 你看人家根本就 這邊沒有煙 雖然你們都對贏了啦 但是就是 你不覺得畫面看起來就會變得很亂嗎 你確有點 對對對 你如果今天那邊有一個煙檔 就不會有這些奇怪 對面要出煙 你隊友架子 就是 根本不會有他們站在這個口 跟你這邊點內的打架 這個問題 但有一個點是我比較想講的 今天你們看到這顆煙 其實你們就要有一點反應 就是這顆煙 你們就要想 會不會有可能 就算沒有也沒關係 你們就要想 會不會可能是中路要推 我那是想法就是 他那裡應該沒下煙 他不會那麼大膽直接走 踏進來 你說哪裡沒有下煙 不用做這些動作 你可能可以幫他們加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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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 他那條狗其實已經把整個garage清完了 那你就不用灌這個牆 你可能可以直接幫他們加中路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狙擊幫他架子 window 然後有一個人前推 那你們三個側腦已經爆掉了 因為沒有煙也許是有狙擊 畢竟對面是有狙擊的情報 對面有錢不會起狙擊 這一直都是在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G幫他架子 然後他前推 因為這顆煙前幾局也沒看過吧 就突然蹦出這顆奇怪的煙 那你們可能就要去想一下 有時候不能打得太賭 當然賭是ok 可是像你看 你這個動作就是不需要了 不用灌這個牆 你可能這個時間走就可以幫他們加中路 就是提早幫他看的 而且確實G就是在中路架子 那如果這時候配一個人前推 那可能你們就爆了 第10局我有寫你的煙只有一顆 我那時候的手感是補修 我都會相信我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今天狀態不太好的話 我也是會選擇兩個煙 然後加了小槍或者其他什麼的 就會看當天的狀態 所以問題就是 你是煙角 你手感就算在火燙 你的煙都一定要買買 那不然你就不要玩煙角啦 你就先去打個死豆 確定一下今天手感是好的 那你就進去選Jet 選Lena 你就不要玩煙角了 你不一定要騎小槍 你可以騎半甲 你可以騎小甲 你就有錢可以買的 那個吧 你一樣有步槍 可是你就是半甲 你那個煙一定不可能少一顆啦 這已經不是我建議了 是一定 你玩一個煙角 尤其你又是歐盟 你只有兩顆煙的人 你只有一顆 那你隊友進去就變成 你多了這把暴徒加大甲 可是隊友少了一顆煙 我自己是覺得完全不划算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撞這個狙擊的點 我自己的建議是 你們剩這樣 其實你們該有的人都還有 還有一個決鬥 也還有一個可以丟閃光的Sky 先不管你們的站位好了 其實你要擋這個狙擊 最好的擋法是下這裡 或者是你們等對面下這個煙 我自己覺得啦 你們真的想要 真的很想要打C一點的話 絕對不是 你可能可以下這個煙 或者是下這裡的煙 讓你這個 在左邊凹槽的隊友可以跑回來 但絕對不是下這個 這個煙真的擋不到什麼東西 他走出來一點 甚至你這個變成幫他的one way smoke 他可能看得到你們的下半身 可是你們也可以看到他下面 但他是狙擊 然後他反而比較好打你們 我建議是你如果要轉點 就讓隊友跑回來 或者是你們就下這個煙 然後全部的人摸到這裡 甚至摸到煙內 然後Sky Sky爆一個鳥 然後你們全部一起海進去 這可能是 你們硬要打C唯一的打法 我自己的感覺 就可能有的人會判斷C點是大G 可能是弱邊 就是他們可能就放一把G要扛C而已 那你們真的想要裝這個G 就是你們要搶近一點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在弄跟他單挑 是 全部的人搶到近點 真的你下那個煙 你們在往前走的時候 被他抽到 被他這樣一直灌灌死一隻就隨便了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差 想要打C最好的就是一顆煙 四個人塞在裡面 一隻鳥 全部一起海出去 不管他會TP還是怎麼樣 至少這樣才可以把他趕走 那假設如果對面是會回訪的 可能他們其他隊友也都已經來了 那你最好就是在這邊下一個煙 然後讓你的隊友 趕快跑回來 不是下這個煙 然後讓Sky要回來的時候 再被他抽掉 很有想法 但是 呃 很有 十字的用處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這時候其實就要打A啦 就想看一下 會不會有人調皮 想兇出來抓我們 這個是沒有 阿五 我是覺得那個 那個飛的一倒 就是一個轉A的信號 這邊又打掉了一個 然後你這邊看到這個Sky 然後你打贏了 這時候就是去A啊 一定100% 高速跑A 你不管從哪一條路 你就是要趕快想要不要再駕了 一把G前推的機率5跟你講 差不多只有5% 你要他上一秒在這裡 下一秒推來這裡的機率5跟你講 不超過10% 不要再駕那個點 你就直接從CT這樣跑去A 又或者是你這邊下一個煙 然後用TP的趕快跑去A點都可以 這邊不可能下B點的包 不要再那麼想打架了 一定是要去A點 你看你這邊就被時間差 一定要去A 反正怎麼樣都不可能是在B點啊 因為你B點要看的位置太多了 今天你如果怕他A 說不定你在這邊跟這些人打架的時候 他已經轉到A了 那你在B點 你可能你如果真的這樣想 那你就去撞C 你打B就只是會讓 假設他已經知道到這裡 他聽到你假下包 他就過來架你 又或者是他人在這邊 他就知道你一定在B點了嘛 就我要怎麼講 B點是一個 而他在A跟C 他都聽得到你下包的位置啦 我覺得你來這邊 假下包是比較不好的 你這時候就是挑AC 其中一個點跑 今天的特戰矯正班 第四集中就到這裡啦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啦 也歡迎點資訊卡 去看看其他的矯正班系列 再再宣傳一次 下一顏小教室 特務防大鏡 快去看快去看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